十岁男孩只是帮朋友捡起风筝 就被混混躲在墙角 强行扒下裤子 朋友在不远处看着 却不敢站出来阻止 直到半个小时后 三个互混满意地离开 哈桑亮亮将将走出小巷 阿米尔立刻迎了上去 却冲作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责怪他去了太久 鲜血顺着裤管低落 屈辱和不堪是那样刺眼 哈桑却没有半句怨言 甚至还在暗暗庆幸 去捡风筝的不是他的朋友 可在阿米尔心里 却对哈桑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本是主仆关系 阿米尔是富商家的少爷 而哈桑只是仆人家的孩童 可阿米尔天生那项懦弱 哈桑就成了他唯一的玩伴 身为一个仆人 哈桑对阿米尔忠心耿耿 每当有人欺负他时 哈桑总会第一个站出来 用弹弓吓跑那些坏人 他们因此成了最好的伙伴 阿米尔教他看书十字 带他去看最新的电影 哈桑也陪阿米尔追逐玩闹 在石榴树上刻下彼此的名字 而他们最喜欢的游戏 莫过于城里的风筝比赛 孩子们会让风筝缠斗在一起 割断对方的线就算胜利 而失败者的风筝 就成了胜利方的战利品 阿米尔负责放风筝 哈桑则负责收集 他们配合的心命无限 每每都能获得胜利 可阿米尔的富豪父亲 却对儿子颇有怨言 觉得他性格太过胆小 只知道躲在房间 写一些没用的文章 以后难称大气 而对勇敢开朗的哈桑 反倒被父亲连连夸赞 甚至称赞他的性格 才像自己家的孩子 父亲的话伤害了阿米尔幼小的心灵 也伤害了两个孩子间的友情 隔天两个孩子在路边玩耍 看见哈桑单纯的眼神 阿米尔又想起父亲的话 于是他以主人的口吻 命令哈桑去打路边的小狗 哈桑没有多言 立刻举起当功 阿米尔开心地笑了 借此证明父亲的想法是错的 哈桑也不是个完美的孩子 直到这天 哈桑又给阿米尔上了一课 这天他写了一篇小说 讲述一个男人 每次流泪都会变成珍珠 为了获得更多财富 他不惜伤害妻子和家人 从而令自己痛哭流涕 可哈桑却想到 他为什么不用洋葱 简单的就能流下眼泪 也是从这时起 他发现哈桑比自己还要聪明 嫉妒的情绪油然而生 他不再教哈桑识字 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也从字典换成了弹弓 可阿米尔的父亲 却依旧对哈桑另眼相待 在满目琳琅的风筝中 选了哈桑最心仪的那只 这让阿米尔很失吃醋 于是隔天 他又以主人的口吻告知哈桑 要征用他的礼物 参加新一轮的风筝比赛 哈桑没有犹豫 甚至主动替他加固风筝 很快到了比赛的日子 漫天飞舞的风筝 犹如一只只灵巧的燕子 孩子们在地上卖力挥舞 都想获得比赛的第一 看见父亲也来观看比赛 阿米尔很想获得胜利 从而引起他的关注 哈桑似乎看穿他的心思 卖力地帮助着小主人 即便双手已经被立线割破 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竟真的赢得了胜利 现在只需去捡回善利品 就能证明他们获得了第一 却不知这一只风筝 将会为他们带来痛苦的一生 大兵揽下货车 环视偷渡的难民 随即将贪婪的目光 锁定在怀抱婴儿的女人身上 即便司机给足了费用 他还要女人陪他半个小时 女人吓得不住哭泣 身旁的丈夫也苦苦哀求 可大兵却仗着手中的权利 非要给男人换一顶帽子 这是一个难民站了起来 他拦在大兵面前 质问他作为一名士兵 到底有没有羞耻心 大兵傲慢地警告男人 再敢多时就请他吃一桌子弹 阿米尔想要拦住父亲 却被他按回座位 大兵气愤地端起步枪 正要扣动扳机时 却被长官拦下 看到泪流不止的一家三口 人性中善良的光辉 还是让他顺利放行 汽车再次发动 女人的丈夫走到父亲面前 眼含热泪亲吻他的手背 这让阿米尔回想起了曾经 如果当时能有父亲这样的勇气 那么哈森或许就不会被混混侵犯 可阿米尔当时选择的 却是逃避 起初他还有些自责 可看到父亲因为他赢得比赛 而露出久违的笑容时 嫉妒战胜了愧疚 他不过是仆人的孩子 分走了他的父爱 就应该替他承受痛苦 然而隔天 哈森并没有按时过来工作 从他的父亲口中得知 他伤得很重很重 只能趴在床上养伤 父亲默默走开 他知道小主人这里什么也问不到 阿米尔也是一脸惊慌 生怕自己的谎言被戳破 过了几天 哈森已经能够坐下 阿米尔找到了他 他知道哈森那天看见了自己 可却并没有向他抱怨 甚至还为他隐瞒真相 阿米尔内心饱受折磨 他捡起地上的石榴 砸笑对面的哈森 希望将他激怒 好好打自己一顿 随时在骂哈森 却更像是说懦弱的自己 哈森将石榴抹了一脸 对于小主人的要求 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为了摆脱内心的折磨 阿米尔即将名贵的手表 塞到哈森的枕头底下 然后污蔑他偷了东西 希望父亲能将他赶走 他看了看一旁的阿米尔 明白了他的用意 可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照不宣 阿米尔的父亲也选择原谅这次过错 可哈森的父亲却主动提出 要带着哈森离开 为了哈森的尊严 也为了阿米尔的体面 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阿米尔依旧在角落偷偷看着 看着最好的朋友渐行渐远 没想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后战争爆发 父亲将祖宅托付给朋友 然后带着阿米尔偷偷逃往国外 在即将离开边境的时候 父亲捧起一把固土 塞进随身携带的盒子 十几年后 他们定居在了美国 父亲做着买卖二手货物的生意 阿米尔继续撰写小说 生活也算难得的安稳 可好日子没持续多久 父亲查出恶性肿瘤 眼看时日无多 他便操心起阿米尔的婚事 一位阿富汗同乡家的女孩 跟阿米尔互生情愫 父亲便牵线搭桥 将他们撮合在一起 跟女孩却私下找到阿米尔 向他承认了一个错误 原来当年他在家乡时 还有过一个男友 两人为爱私奔 成了众人的笑柄 之所以搬来这里 也是因为他没法再生育孩子 阿米尔并没有介意 甚至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学会 与人性中的不足和解 看着这段恩爱的新婚夫妇 老父亲也终于了了个心愿 他将内捧固土放在胸前 却仿佛还有心事 此后几年 阿米尔的生活渐渐步入圣轨 小说顺利出版 家庭温馨和睦 可就在这时 老家的一通电话 却让他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 当年的小婆人哈桑 竟是他的亲生弟弟 男人按下录一 男孩摇着铃铛跳舞 他是被绑来的舞童 白天为武装分子表演 晚上还要陪他们睡觉 大胡子一脸凶狠 质问对面的男人 要的是不是这个男孩 男人只是扫了一眼 就看出他的眉眼 十分像当年的哈桑 自从发生战乱 阿米尔举家搬去美国 父亲的老友却突然打来电话 让他回去处理房产 同时还要告诉他一个秘密 可家乡时局动荡 到处冲置着战火和不安 阿米尔天生胆小 不免会心生犹豫 可又想到父亲的朋友 曾在写作录上 给予他莫大的支持 阿米尔还是决定冒险回去 几经辗转 他终于见到了故人 还没寒寻几句 叔叔就告诉他一个恶号 自从他们离开喀布尔 哈桑父子就接地他们照看房子 几年前 哈桑的父亲也离开人世 房子便留给哈桑和妻子看管 可不久前 塔利班分子攻下那里 非要抢走阿米尔家的祖产 哈桑据理力争 却被带到街上 处以残忍的枪决 他的妻子也在纷争中惨死 如今只生一个年幼的儿子 被送进了战区的孤儿院 叔叔叫阿米尔回来 就是要告诉他一个秘密 哈桑并非仆人的孩子 而是他父亲和女婆的私生子 叔叔恳请阿米尔 将哈桑的儿子带去美国 阿米尔显然不愿相信 直到叔叔拿出 哈桑亲手写给他的信件 看见里面哈桑和尔子的照片 以及那时隔二十年的问候 阿米尔想起儿时的点点滴滴 回忆混着窥线充斥脑海 阿米尔下定决心 无论哈桑是不是他的弟弟 他都要救出他的孩子 可孤儿院身处战区内部 阿米尔只能贴上胡子 打扮成当地商人 才能通过巡检 很快他们回到喀布尔 与儿时的记忆不同 这里没了风筝和欢乐 只有遍地断瓦残垣 孤儿院的孩子看见汽车 全都慌忙地逃进屋里 阿米尔没有找到哈桑的儿子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被一位塔利班头目买走 可能已经雄多吉少 但哪怕还有一点希望 阿米尔也要尽力争取 他根据地址找去 决定和他们的头目谈判 又属尽救出索拉伯 没想到对方竟欣然同意 然而到了头目的屋里 他却让阿米尔摘掉胡子 阿米尔也很疑惑 一路上都没被看穿的伪装 怎么会被一眼识破 头目却让手下放起音乐 接着带出一个跳舞的男孩 阿米尔立刻看出 他就是哈桑的儿子 头目却将他揽进怀里 宣示其主人的权利 原来头目就是侵犯过哈桑的混混 现在哈桑的儿子索拉伯 竟也落入人渣的手里 阿米尔强认愤怒 再次加高赎金 要将纸子带回美国 阿瑟夫却提议 像个男人一样和他打一架 曾经懦弱的阿米尔 始终有哈桑户在身前 如今没了哈桑 阿米尔根本不是头目的对手 但他却始终没有退缩 即便被打到遍体鳞伤 也不曾想过逃避 为了索拉伯 为了哈桑 他要勇敢 要坚持 这份信念也感染了索拉伯 他鼓起了勇气 掀起地上的铃铛 用父亲送他的弹弓 射向欺辱他们的男人 趁着头目疼痛男人 两人立刻翻窗逃走 穿梭在如玉般的子弹中 他们成功逃出了炼狱 阿米尔将索拉伯带回美国 过上了正常男孩的生活 一家三口去放风筝 阿米尔又想起他的挚友哈桑 他将儿时的风筝技术 全部传授给了索拉伯 当对手风筝线被割断的那一刻 他仿佛看见了那个少年 不是十年前的 你也要做得我们了吗 就是十年前的 他做得出了 你能在哪里 你会像西尔丽 你会不会 你不能